欢迎我们的台湾队长 蔡一伴 总统蔡一伴一进场 整个国门广场欢声雷动久久不息 蔡文首先提到最近很夯的在路上 说自己过去所开的台湾这台车 在副驾驶耐心的协助下 建设台湾壮大台湾 八年来让台湾竞争力评比 从全球第14名成长到第6名 不只发展全国也支持地方建设 以金融市来说 李游昌市长任内就推动许多建设 包括国门广场 军港西迁 基隆塔 非营利幼儿园长照补助 1200TPass通勤月票等 就是为了打造金融成为光荣海洋城市 包括即将核定的金融捷运等建设 蔡文表示将把这一棒交给赖清德与萧美琴 让蔡适应交棒给曾文婷 让金融继续进步 让台湾走向未来 我们基隆的捷运喊了30年 现在已经走到最有机会成功的一步 我们继续坐下去 让基隆的交通更方便好不好 好 各位乡亲 台湾要继续进步 只有赖清德跟萧美琴是不够的 如果用开车来讲 总统副总统是掌握方向盘的人 确保行车方向 立法院就是汽车的引擎 大家说对不对 对 这个引擎一定要有力 台湾才能走在对的路上 加速前进 蔡英文这几年可以做这么多 就是因为我国会过半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引擎要有力 国会一定要过半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我们一起来拉票 让台湾交给赖清德跟萧美琴来带领 我们要让蔡世音顺利交棒给郑文婷好不好 在总统好的房屋深中 民进党总统候选赖清德接棒上台致辞 声音略显沙哑却精神异议 赖清德也以在路上这部影片为例 邀请全民一起上车 继续朝民主这条道路前进 赖总统筛条很贵 我们可能不知道 千万把塞车给我们不错 我都很厉害塞车 我邀请大家 到底赖车好吗 好 我们到底走走会拼 到底赖好吗 好 赖清德表示 未来如果当选将与萧美琴 共同以三项团结 带领台湾继续向前 不分党派打造国家 全民一条心 让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 第一项 民主的力量要团结 我们会结合社会上 尽动民主 人爱主义的好人材 无分担牌 到底建设国家 让我们台湾人民 可以安极下来 第二项 国家条约要团圆 未来我的建议 国家理议 管理政党理议 政党理议 国管理个人理议 并且发挥民主的情形 团结条约 一直向我 在看到国后永远的路途上 台湾人民一条心 共同打造英雄 健康的国家 第三项 民主 专专业要团结 我们应该继续 称化 民主的交流和合作 让台湾新闻 世界台湾 大家说好吗 对于基隆未来发展 赖金颖表示 已经把林又昌 与蔡世音规划的 基隆核股黄金计划 纳入总统证件 包括基隆监运 与社会住宅等 将继续推动 希望打造基隆成为 台湾海洋新国门 我跟他说做总统的政権 总统的政権就是 我总算我一定要来推动 好不好 好 未来啊 我会给我们基隆核 八度六度 五度六度七度八度 这货运舱主都要刷造 变做科技远区 好不好 好 圆山还有基隆捷运 土地不担命哦 土地不担命哦 未来 基隆很关键 基隆很关键 大家相信 亲戚好不好 好 我是首情求 求求求求求 一上台就以招牌口号 冲冲冲 与大家打招呼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以各项数据证明 过去八年台湾也有很大的进步 而基隆是台湾最重要的城市 台湾人要走向世界的起点也是基隆 在蔡英文总统 来进的副总统 牛昌市长与蔡思印立委 还有自己担任行政院长时 曾经没落的基隆变成光荣城市 本身也是律师出身的苏贞昌 呼吁市民一起支持 为服务市民持续律师高薪工作的郑文婷 接棒蔡思印努力为基隆打拼 这问题他不是做秀 而是靠他的爱心实力跟坚定坚持 走这样二十万年 现在用他的专业去立法院立法 修法 用他的热心跟坚持 让他可以当立法院 帮助赖清德肖美琴 要这些法案通过 和基隆 不要回到那个旧势力 旧时代 和基隆 可以继续繁荣发展 继续进步 好不好 市长 这是我们内政部长 李又昌 包括内政部长李又昌 校委会副主委阮昭雄 民进党前副秘书长林飞凡 立委蔡思议 金融市议会议长同志委等人 也轮番上台 呼吁金融市民1月13号一定要出来投票 总统支持赖萧佩 立委支持郑文婷 政党票投给民主进步党 三票顾台湾 让台湾民主赢得最后的胜利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